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我不肖商人 欲將這個鋁跟鉛自成合金以後 做成的銀高價賣出來 然後這個鋁跟鉛跟銀的密度 分別是 這個是11.4 這個鉛的話是2.27 然後這個銀他的密度是10.5克 因此他所選取的這個鉛 鉛與鋁 鉛與鋁的體積比值多少 他問這個V2比V1等於多少 你把它合起來 你把它做成合金以後 他的密度 會等於銀的密度 那這樣他就可以當銀賣出去 好 那現在我們要找這個V2比V1 就是說你這個體積比要等於多少 好 假設我們取鋁他的體積V1 取鉛的體積V2的話 那鋁的質量多少呢 就11.4V1 加鉛的質量是2.27V2 合併起來以後 那質量爽紅了 變成了當成銀賣的那個質量 就是啊 就是這個密度是銀的密度是10.5 那總體積是V1加V2 好 那他現在問什麼呢 問V2除以V1啊 所以我全部把它除以什麼呢 除以這個V1 除以V1的話 這裡就11.4 加上2.27 那這個我點了一個名字叫做R 比率啊 R 這是等於10.5 這除以V 加上10.5 這除以V是R 那我就把這個移過來 把這個移過去 11.4-10.5 這個是等於10.5-2.27 R 這個等於8.23 那這個等於多少呢 這個是11.4 減掉10.5 這個多少 0.9 那這個呢 這個是10.5 10.5 減掉2.27 這個等於8.23 所以這個比率 R是等於多少呢 是0.9 他除以8.23 這個等於多少 0.9 除以8.23 0.109 大概是0.1 約是0.1 所以答案是0.1 1 1 2 1 2 1